世界末日离我们还有多远呢 根据末日时钟的显示 只有两分钟了 末日时钟是由芝加哥大学的 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 于1947年设立的 以午夜临时作为核战爆发的标准 被用来形象的象征 人类受世界级核战争威胁的程度 在1947年首次设立时 末日时钟被设定为11时53分 两年后当苏联时报 第一颗原子弹RDS-1成功时 时钟被调进到11时57分 之后由于美术两国 在1958年一年之内 进行了总共将近100次 包括氢弹在内的热核武器实验 末日时钟来到了11时58分 这也是该时钟迄今为止 距离0点最近的一次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面 末日时钟随着国际形势变化 而反复回调 直到1991年退到了 距离0点最远的时刻 那一年苏东巨变和美苏签署 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之后它的指针指向了11点43分 看起来是越来越好了 天真的人类 自从2015年开始 由于乌克兰危机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朝鲜核实验 气候变化 以及美俄关系恶化 与特朗普退出 伊核协议等原因 末日时钟被慢慢拨到了 2019年的11点58分 与1958年的最危险时刻相同 很快 2020年的世界末日预测也会公布 就特朗普刚刚授权 暗杀了伊朗的高级将领来看 结果实在是不容乐观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